大家好, 以下来这段短片, 会介绍 To Simple 系列的 To Do It Yourself 软件 To Do It Yourself 是一个来自多种游戏的模板, 让小朋友可以轻松地制作多种小游戏的软件 可以制作的游戏种类包括迷宫、樊板动作游戏、高空杂物、 还有问答题等等多种不同的游戏 这些游戏得意有趣之余, 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 小朋友可以将教科书内的知识化成一个个小游戏, 来考验同学 这些游戏到底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像这个问答游戏那样, 只要选选图片, 写上问题, 和正确答案 这样就已经成为一个简单的问答游戏了 如果答错的话, 这样图片就不会反转 直到玩家答案为止 游戏不单支援英文, 还可以输入中文 这样小朋友就可以用中文制作问答题目 这个Multiple Choice游戏的制作方法也是大同小异 只要在预图锁示的位置, 输入问题, 正确答案, 和几个被选的答案, 再加入图像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Multiple Choice多项选择题的游戏了 同学可以将自己的知识 整成类似这样的问答游戏, 来考考同学仔 老师也可以鼓励同学制作出关于某一个课文的小游戏 这样的有助同学巩固知识 又可以鼓励同学更加深入了解那个课文 因为如果想出到一些刁传, 而又可以难倒同学的题目 就一定要对那个课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行 接下来我们看看高空杂物游戏的制作方法 首先画上这些将会从天而降的得分物品的图案 例如我现在想制一个关于健康食品主题的小游戏 那我就画一些垃圾食品出来做画面教材 除了自己画之外 还可以使用To Do Yourself 里面自带的图库 又或者是从网上搜寻得来的图片 得分物件都画好之后 就可以设定接到它们所得的分数 由于这个游戏的主题是关于健康食品 薯条和汉堡包这类垃圾食品 接到是需要扣分的 所以我们就将它们的分数设定成负数 接着我们就开始画游戏的主角 这个我们所操线的角色将会在画面的下方左右移动 以接着从天而降的得分物品 画完整个角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美化一下背景 游戏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试玩一下 用键盘上左和右的箭嘴 去控制我们的角色 接到健康食品的话 就会加分 相反如果接到垃圾食品 这样就会扣分了 这个是迷宫游戏 做法和刚才的高空杂物游戏差不多 只要画上游戏角色 得分物品 和设定好围场的位置 再画上敌人 设定敌人的位置 和他们的行动方式 可以选择他们会以自由路线行走 或者是追击主角 将这位敌人刁别旗 复制 这样其他敌人的外貌和行走路线 就会和这位敌人一样了 将其他敌人都安排在画面上不同位置 完成之后我们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我们要尽量避开敌人去清救同伴 我们使用键盘上下所有的按钮 去控制游戏角色 画面上方显示我们目前所得的分数 游戏时间 和还有多少次机会 接下来是环板动作游戏 使用这个游戏模板 我们可以制作出 好像经典游戏 像是环利奥这样的动作游戏 制作方法也是 像刚才那样 画上游戏角色 和平台的图案 再将平台铺设出来 再将平台铺设出来 画上背景 画上背景 再画上得分物品,和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平台上 和刚才一样画上敌人 并设置它们的行动模式 将它们布置在不同的地方,增加游戏难度 游戏开始后,我们要用箭嘴按钮,控制我们的角色移动 想办法获得得分物品,并且要逃避敌人的追击 否则我们就会失分,或是损失一次游戏机会 由DIY所制作出来的所有游戏都可以被储存成Flash档案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用网上发布平台J2E 来将我们自制游戏发布到网上和别人分享 并且可以在我们自己的J2E网页里面 加入文字困,给玩家输入他们对游戏的感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他们的意见 帮助我们改进自己的游戏 关于J2E详细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我们另一段短片 网上发布平台J2E初佳教学 那段片会有更多关于J2E的应用方法的介绍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游戏类型之外 to do it yourself 还有砌图 或者是配对 还有填词,数学问答题 和赛车等等多种不同的游戏类型可供选择 仅有一款合理心意 老师不妨多鼓励同学使用to do it yourself 制作关于不同科目的各种小游戏 一定能令到学习过程有更多趣味 to do it yourself 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